電競俱樂部 我們已經是行業中的頂尖的頂尖 以台灣的玩家來說 現在大概是一兩百萬左右 連做夢都會夢到自己在比賽 然後策略要怎麼做 來 歡迎希克 最會打的男人 歡迎希克 你好 嗨 希克好 這邊請 人家說玩物喪志 當年你這個一頭栽進去電競的時候 家裡有同意嗎 其實我栽進電競的時候 年紀已經偏大了 幾歲 那時候幾歲 那時候29歲 真的耶 年紀太大了 因為通常25歲之後 就已經會慢慢走下坡了 對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電競還沒那麼盛行 然後傳說是2017年那時候出來的 然後我就一邊玩 然後就想說自己玩得還不錯 然後就去參加比賽 然後就不小心拿了台灣的總冠軍 這也太不小心了吧 下次要注意喔 台灣的總冠軍 然後拿了世界亞軍 然後對 那時候是第一次代表台灣去參加世界賽 Online game好像最厲害還是韓國對不對 PC的話 還是韓國跟中國在比較輸贏 他們兩個國家的待遇 就是選手的福利這些 也比較好一點 你覺得這個可以嗎 玩Online game 然後可以當一個職業嗎 我自己覺得 有天分的話 那一定是可以的 你要闖出一個名堂 很難耶 怎樣闖出天分 很難 很難 其實這就是最大的癥結點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到底有沒有天分 很多人覺得自己是 只是想贏 然後贏不了 對 很多人覺得自己是天才 但其實 當他真的踏入這個領域之後才發現 身邊的人都是天才種的天才 你想要當電競選手 怎麼辦 他有三個關道 一般來說 我們所有的遊戲裡面 都有自己的牌位 就是所謂的rank 你可以在裡面做競賽 是祖先在牌的嗎 那個是祖先 不是 不是那個牌位 排名賽啦 排名賽啦 ranking啦 ranking 你大概要先在台灣打到 前二十名左右 才有機會來見到我們 對 喔 職業 就是你踩到前二十名才有機會見到 才能夠進入 好 排名要高 以台灣的玩家來說 現在大概是一兩百萬左右 所以是一兩百萬分支的 前二十 然後就會有所謂的 電競俱樂部 來邀請你來做所謂的測試 對 還不是入選喔 是測試 那測試完之後 如果覺得你真的 實力各方面都不錯 才會讓你去 打比賽這樣子 但這個參賽代表台灣了 沒有 在國內 先在國內打 俱樂部的 打完再比台灣的 很多俱樂部大家出來挑戰 然後贏了才能代表台灣 在海外再去比賽 沒錯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參加很多的賽事 然後讓人家看到你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如果有職業選手已經認識你 然後跟你玩過 我覺得你的實力 受到他的認可 推薦你很強 對 然後用推薦的方式 這個剛入行 薪資大概可以是多少錢 我覺得台灣的練競環境 還稍微沒有像外面那麼好 我們已經是行業中的頂尖的頂尖 但是我們的最新的新人 就是最低薪 那也是 那也是打公仔的錢 那兩萬七千五 那他那個譬如說他一天要打多少 最少都是12個小時 要打手遊打12個小時 然後 我說的是最少 最少 然後 然後 然後兩萬七千 好 狀況是 以前玩Online Game有沒有 就是因為好玩 我很喜歡玩 好玩 當有一天你這個好玩 變成職業的時候 經常就不好 就是說如果你一天打12個小時 你有辦法受得了 追尖盤突出 對 你不可能就有錯 所以我們都是站著打 站著打 沒有 他們玩PC 那沒辦法 那你要做的 那就不行了 然後還要買配備 還要幹嘛 前期沒有收入 然後還家庭裡面的一個條座 還有革命 家人支不支持對不對 這時候都是問題 所以我們只能用年輕的 對 我們最低年齡就是16歲 然後16歲到25歲 算是他們的精華時期 再大一點就會比較累 對 那我之前的第一個隊伍 是先跟JJ組了SMG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是 拿了世界冠軍 這麼厲害 後來我第二個隊伍就是TXO 那我是跟五月天的怪獸 獸哥 我們一起組隊 哇 好夢幻喔 對 但是要到這個程度太少人了 對啦 對啦 那個程度確實都要很高啦 那你現在已經變教練 不算教練了 因為也還算教練啦 因為我從教練 再變成自己是創辦人 我自己開了一個電子經濟戰隊 自己是老闆 但是因為資金有限 自己自己出資嘛 所以就是自己兼老闆 兼教練 然後兼行教 全部兼啦 什麼都要 你們兩個坐得很好近喔 為什麼 你們兩個已經打成一片了 明明是椅子很寬 你幹嘛那麼急 感覺你們兩個要共吃那一顆馬鈴薯 有 太好笑了 好可愛的畫面 好 OK 做夢都在打手遊 因為那時候在比賽的時間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們電競選手 每天 大家都知道要練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比賽就 因為我們就是生活在 不是輸就是贏的世界 對啊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結果 不是輸就是贏啦 那我每天 每天都在輸贏啦 我每天練十幾個小時 結果這禮拜結果跟我說 你就是輸 對 所以那時候 其實連做夢都會夢到 自己在比賽 然後策略要怎麼做 對 壓力很大 Online game公司 並不會贊助你們對不對 不會 沒有贊助 有沒有看到 韓國的電競選手 通通Online game的這些公司 大量的贊助他們 因為他等於是他們的推廣大使嘛 所以你看是不是整個產業鏈的問題 你的腿算長喔 坐高腳椅是舒服的 要不要定制 坐高腳椅 怎麼辦啦 麻煩自己過去好嗎 好 謝謝 沒有你那個真的太辛苦了 對啊 真的太辛苦了 那他這個一路走來 你看一個工作 二十幾歲就要退休 對啊 那後面該怎麼辦呢 就要爽了嗎 希望大家都玩那個 就把它當作是一個遊戲 然後如果有榮幸進入到職業的話 你還是要斜槓做一點別的 好不好 這給大家建議